《阿弥得救以后,哪时才知道这道名叫麦里达》 那时麦里达是未开发的 是什么意思呢? 罗马人未有在上面建筑 没有什么大城市 都是一个土著的部落 简单的生活 但是很款待探访的人 因为那时候认知这些地方的人都不多 因为没有理由这些做商船的 和士兵的 和保禄都没有听过这些地方 《土人代,我们非常友善, 因为当时正在下雨,天有航懒 他们就生起一堆火来款待我们众人 保禄十了一群柴,放在火堆上 有一条毒蛇因热而出,缠住了他的手 《土人一见,毒蛇在保禄手上圆着,就彼此说 这人必定是个兇手,虽然他从海里得了救 天理,仍不容他活着 保禄警把那毒蛇糾在火里一点也没有受害 他们等待保禄发肿,或者突然跌倒死去 但等了恳久,见没有一点不对的地方在他身上发生 便转面说他是个神 这个好像很熟悉的 在里斯特洛也发生过这件事 他见到那个有病的那个人 一叫他就好起来,弹起来 然后众人以为他是什么? 以为他是宗师 则姑师、宗师 以为他立刻想拜他 所以你看到神迹就觉得这是一个神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 保禄 来了 那地方不远有一块田园是岛上的首领名叫 颇利弱的 他收留我们,款待了我们三天 恨是厚度 适逢颇利弱的父亲饿病 患热病和利质 保禄就对他那里祈祷以后 给他佛守,治好了他 这样一来,岛上其余有病 人也都前来也全被治好了 又见到保禄继续做他这个福传的工作 这次就以照顾人为先 这也没有讲到他讲道 但他肯定有讲道 虽然中途大事务没有讲道 因为今时今日他来到Mauta 他们都慶祝保禄 这么早就在那里复传 所以他们的教会在那里很悠久 很悠久 他们处处表示十分尊敬我们 当我们开船的时候 还给我们放上急需品 这是在三个月之后 因为那时候你一定是秋美 他们不能再走 一直在那里滞留了三个多月 有只用雕斯固泥作标次的阿历山大里亚船 在那岛上过冬过了三个月 我们变成这船航行 又转船了 即是去到哪里 就转到哪里有船 正好方向他们就上了 这个雕斯固泥是什么呢? 是那时候的一个 他们叫做twin brothers的一个标号 那时候的一个大家都明白的 可能是一个名牌的 只是代表埃及的王的一个标词 我们在色勒菊萨靠了岸 停留了三天 这个你现在说的是六零年头 过了一月 六零年头二月的时候 从这里妖道前行到了勒基雍 过了一天吹起了南风 此日我们就到了颇提约里 这个颇提约里也挺出名的 颇提约里 颇提约里是很近罗马的一个港口 在那里我们遇见了弟兄们 他们请我们在那里住了七天 以后我们便往罗马去了 这里已经上了岸了 可以知道来到这里 颇提约里已经有基督徒 已经有基督徒 之前我们读过《至罗马人书》 《至罗马人书》 已经看到了 罗马的教会已经很鼎盛了 已经很鼎盛了 白多罗里在那里多年了 至少五年可能是十几年 可能早到四四四五年已经去到 或者至迟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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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 知道祂会来 可能也知道祂遭遇了的东西 所以就在他们上岸的地方 有人已经在那里接待他们 然后一直就越来越多人 在这里说越来越多人 越来越多教友 就是出来去欢迎祂 去接见祂 去跟祂一起走去罗马 弟兄们听到我们的消息后面 从罗马来到阿披约市场和三馆迎接我们 保禄见了他们 就感谢天主而获得勇气 阿披约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这个Apius 大家可能听到这个Apian Road 罗马人最棒的是什么 大兴讨目见这个城市和这个功劳 他们为什么这么成功 有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他们的方阵 他们打仗那个 可以不停攻击到对方 因为他是车轮战地打的 这个方阵 出名的方阵 那时候打仗的方式 很成功的一个系统 还有他们去到哪里就建造功劳 变成他们调兵显像可以很迅速 消息传播可以很快 所以他们对行军的第一手知识 是比其他国家有利的 可以很快可以安排到食粮 很快可以知道前线的状态 很快可以调动到兵队 去改变打仗的阵容 改造了那个形势 所以他们白战白胜 至少最初那几十年 所以是看到罗马人的威力是这样的 其中一个由罗马南面出来的一条很重要的路 就是这个Appian Way 这个Appian Way 外面就有一个广场 这些什么叫Forum 是史习广场 Forum或者Agora 这些聚集去做公开的 civil duties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聚集的地方 因为这条路很有名的 第一是连贯了意大利 而外面的一个广场是一个凝聚的地方 所以要进入罗马 其实主要的道路只有几条 他们在南边进来 所以一定会在这个Appian Way走的 这个Appian Way 他们是这样走进去 当时后来 白多禄离开罗马 都是走这个Appian Way出去的 出到城外 就在那里遇到耶稣 他看到耶稣背着十字架去罗马 然后白多禄问他 主你去哪里? Quovadis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去哪里? 就是Quovadis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这篇说话 耶稣说 既然没有人为我的羊群 所以我要再回去为我的羊群而死 就是暗示给白多禄 这次你不能走 这次你要留守在这里死 所以白多禄就回去 最终被尼陆枉杀的 这是六年后的事 这是66年 这个白多禄就受害了 66、67年那时候 所以这个Appian很出名 还有这个三馆 这个Threat Taverns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 所以这是罗马那里的地方 我们进了罗马 保禄获准要看守他的士兵独居一处 之前还在说 保禄其实都 这次整个行程 其实对他打击都很大 就是他很信靠天主 但是他之前说 去到那里终于见到 这么近罗马了 又见到 他们来到罗马以外 去迎接他入里 他说见到他们 就感谢天主而获得勇气 感谢天主获得勇气 就是终于天主答应他 你会去罗马 接着去西班牙 他去治罗马书那里又说 这是他的计划 这也是天主告诉他 你要去的 他说我终于来到了 感谢天主 我有勇气 为什么呢? 因为知道我安全了 我下一个使命终于可以开始了 终于可以开始了 这里说他进入了罗马之后 就不是住在监狱的 他是在罗马人之中 他第一是在罗马公民 所以他还没有定罪 所以不需要坐牢 但是他是要远禁的 但是就算远禁 他有很大的自由度 因为他住的是自己的地方 他之后有说是自己租的 这个地方 住了两年多 他可以自己一个人住 和看守的士兵和他在一起 有暗示是怎么看守的呢? 就是找一条铁锁 和士兵从他的手腕里 鎖住和士兵在一起 就是走不掉的 就是他要走 这个士兵一定知道的 过了三天 保禄便召集犹太人的首领代他们来齐了 就向他们说 诸位人人弟兄 轮到我 我虽没有行什么反对民族或祖先规例的事 却被所压了 从耶路撒冷被交到罗马人手里 他不是见教女的人 他也是跟以前做法一样 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首先是见犹太人 这次又有双重意义了 第一就是他首先要向犹太人福传 第二就是他想知道这里的犹太人 知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什么事 因为基本上 其他所有犹太人的回堂都知道了 都反对他了 都会等他上岸 然后逼迫他追杀他 来到罗马他想见他们 看看怎么样 他们审问了我在我身上 没有找到该死的罪案 就想释放我 但犹太人反对 我不得已 只好向凯撒上诉 并不是我有什么事要控告我的人民 为这一个缘故 我才请你们来见面谈话 我原是为了以色列所希望的事 才带上了这条锁链 这就说明了 我现在上了锁链 上了跟这个示威一起 所以他来到这里 想告诉他 我没有恶意的 我不知为什么 我的弟兄犹太人要迫害我 所以这样 我正交付了给罗马人 而罗马人都送我来这里 向悍杀上诉 但我想在这里跟你对责 说清楚 我没有恶意的 我也不是来控告你们 我只是为自己的清白 来到的 他们 即是犹太人 向他说 我们没有从犹太接到 关于你的书信 弟兄们中 也没有一个人来报告 说你有什么不好 不过我们愿意从你本人 听证你的意见 因为关于这个教门 我们知道他到处受人反对 基本上罗马的犹太人 是不是很清晰知道发生什么事 这个也算是奇怪的 因为其实他们的消息通信来往 是很畅通的 是很发达的 他们既要保禄约定了日子 就有更多的人到寓所来见他 他就从早到晚给他们讲解 为天主的国作证 引证梅失法律和先知书 劝导他们信服耶稣 这就跟他在加拉达、阿赛、马其顿、阿哈瓦 这四个主要福传的区域 做的一模一样 福传 这里在罗马 对罗马的犹太人 都是一个很大的犹太人的聚居地 向他们福传 希望他们会全部接受福音 有的人因他所说的话而相信了 有的却不相信 后果跟其他地方都一样 有些相信 有很多都不相信 他们彼此不合便散去了 散去之前 保禄曾说了这段话 圣神值伊撒以亚先知 去你们祖先说的正对 他说 你去对这民族说 你们听是听 但不了解 看是看 却不明白 因为这民族的心辞顿 以朵难以听见 他们闭了自己的眼睛 免得眼睛看见 以朵听见 心里了解而悔改 而要我医好他们 这是引用了很多次 伊撒以亚先知书里面所预言的事 特别是预言有关犹太人的事 就是他们蒙塞 心硬 太过把法律变成了一个神 把法律变成了一个神 转了牛角尖 所以 为他们来说 反而更难去接受新的启示 这是他们的难处 他们的软弱之处 所以你们要知道 天主的这一个救恩 以送给了外邦人 他们将要听从 保禄在自己任的房子里 住了整整两年 凡来见他的 他都接待 他宣讲天主的国 教授主耶稣基督的事都非常自由 没有人禁止 这里看到在罗马 就算去到罗马 都是一部分犹太人 都是一部分犹太人接受 而当时的教会 都是绝大部分外教徒 而保禄在那里 两年被软禁 是出入自由的 除了锁住了一个兵士 即是说 那个兵士其实听不少他的讲道 这个兵士最终有没有信教呢? 不知道 但难道不少有很大的影响? 可能他不是一个兵士 可能是会换奸的 也不足够 人们也挺辛苦的 每个人都 但是就看到 这个兵士坐了两年 软禁了两年 但自由度 去到哪里都可以 没问题 但仍未见到凯莎 而事实上这次囚禁 他应该没有见过凯莎 因为两年左右 到至迟至迟 六、三年 他被释放了 这里就看完《中途大事录》 《中途大事录》在这庭庭里 可能因为路加到这里 到六、三年的时候 保禄离开了罗马 而路加之后没有再有机会 回去再执笔了 路加也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中途大事录》 也因为这件事 是广传于世 写好了广传于世 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 《中途大事录》是六、三年捨弃的 六、二、六、三年左右捨弃的 这里有关《中途大事录》 这部份已经完全说完了